日前 俄乌戰爭出現最大規模無人機護工事件 無人機的成本比飛機和飛彈便宜 現在在戰場上已經成為要角 不過要操作無人機作戰 必須要專業的訓練 公視國際記者就在烏克蘭 採訪到專門教士兵操作無人機的團隊 至今已經訓練超過一萬五千名操作員 要如何以無人機發揮最大的攻擊效果 帶您一起來了解 俄乌戰爭持續近三年 面對人力與軍備的短缺 無人機成本相對低廉 因此成為烏克蘭重要的戰術選擇 在現境的無人機 此刻仍需要一個操作員 在基辅的近郊 今天便要20名學員來訓練 如何在戰場上好好使用無人機 學員們換上衛裝裝備進行訓練 教官運用煙霧彈增加真實性 魔力戰場環境 同時使用反無人機裝置 一架無人機就被攔截 學員至今已經訓練超過一萬五千名無人機操作人員 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前線士兵 但仍然無法滿足需求 俄羅斯的無人機主要來自伊朗 今年更將自產量能提高十倍 也有意打造中央工廠 而烏克蘭今年自製無人機產量將達到一百五十萬架 未來目標是年產量四百萬架 為了降低成本政府也透過招標 投資多間國內企業公司 自行研發與組裝 歐吾前線中最常用的是FPV無人機 又稱自殺無人機 是戰場上的致命威脅 雖然未能取代重型炮彈 但專家認為AI科技將是關鍵 無人機的發展已成為惡物戰爭新威脅 隨著人工智慧引入 無人機將更精準有效的打擊目標 進一步顛覆振政政心態 公司國際記者陳妍廷 烏克蘭基輔採訪報導 所見的 ... ... ...